你知道前几年 大概在七年前 我就讲糖不好 在第一本书里讲到糖不好 精致糖不好 结果知道吗 台湾有一个卖糖的公司老板 跟我说 陈博士 你可不可以不要说糖不好 因为你这样讲 我们糖的生意怎么做 糖也是食物的一种 你猜我讲不讲糖的缺点 我照讲 我认为什么该讲 我就讲 讲了以后呢 其实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因为有些时候 你讲得太真 会引起很大的反弹 所以我明年后年那些东西 我不晓得怎么开口 你知道吗 开口之后会有很大的反击 但是为了健康 你应该 你应该要听听看 我接下来要讲的东西 当然如果你对现在的饮食 跟现在的健康 你非常满意 请你继续保持好不好 如果你认为说 你好像健康上面要调整了 你可以听听看我讲的话 从今年 明年后年 我有很多颠覆性的 很戏剧性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我再讲一遍 我提出来概念 大概是领先美国政府 大概十年左右 大概领先台湾政府 大概二十年左右 如果我今天告诉你 二十年后有一张股票 是一千块 今年只有十块钱 你买不买 买 对不对 涨一百倍 我告诉你 正确的饮食是这样吃的 但是跟现在的主流的人 专家讲的不大一样的时候 看你是要听我讲 还是听他们讲 听他们讲的话 你就会有一点点 这个病治不好 但是听我讲的话 等一下你会知道 很多概念 现在已经慢慢慢慢 美国政府 要带头修正 台湾政府 大概在五年十年以后 例如反式脂肪 我讲了十年 对不对 不能吃就是不能吃 美国政府在三年以内 要全面见禁止 在美国的餐厅 超市里面 只要你能够买到反式脂肪 你去检举的话 这家店要勒令停业 台湾是目标 三年以内 我们合法标示 这个差多远啊 美国是三年内 要全国禁止 我们台湾是三年内 要合法标示 几年内禁止 不晓得 因为厂商的力量太大了 不晓得怎么去抵抗 第四个是多吃好油 少吃坏油 这个我讲了十年了 今天就不讲了 好油是什么 好油就是天然的油 食物是分法 有没有人不懂 食物是分法 我再讲一遍 你每一餐要吃的食物 摆在盘子里面 分四等份 就是一个十字形 四分之一蔬菜 四分之一水果 四分之一蛋白质 四分之一淀粉 就这样吃 吃完以后 不要再吃其他东西了 你不要说吃完以后 我再吃一颗馒头 不对不对 这个已经就不对了 吃完以后 我再吃一个 那个甜甜圈 蛋糕 饼干 汽水 不对不对 你要把你要吃的食物 通通把它放在 那个盘子里面 包括一整天下来 好 第五个 每做外食 尽量不要超过两次 当然尽量不要超过零次 但是现在叫你不吃外食 很困难 其实 不外食 很蛮简单的 你只要到美国留学 你到一个那种 小镇上去留学 我保证你 没办法外食 因为你吃了 老美的食物 吃了三个月以后 你就受不了了 你就怀念家乡味了 我以前 1990年到美国 去工作 我不是去念书 我去工作 我吃了三个月的 老美的食物以后 我受不了了 我要吃牛肉面 你知道怎么样吗 我必须要开车 开六个小时 到亚特兰大 吃一碗牛肉面 所以当你在一个 没有外食的地方 你不得不自己碰饪 后来我就变成 很会煮菜 为什么 我吃不到牛肉面 我吃不到台湾的小吃 我干脆自己做 所以我有几个拿手的好菜 就是在美国那时候 在佛洛里达的时候 我不得已 我只好自己去买食谱 训练出来 我会做 例如说冲油机 我很会做 有几道台湾的那个 或者是中式的那个餐 我是自己这样做出来的 第六个是吃解药 我刚刚说过你不能外食 对不对 万一你外食怎么办 外食里面很多地雷 例如说 外食里面有那个 那个叫什么 回锅油 回锅油吃了会怎么样 例如说你吃到炸排骨 盐酥鸡 臭豆腐 那不用怀疑 那全部都是回锅油 他不可能拿新鲜的油去炸 那个内锅油可能是十年没有换了 如果这家摊贩是十年的话 可能十年没有换过油 有人说 不会啊 那个老板会换新的油 我告诉你 不要天真的 油是会挥发的 油挥发以后 只要再倒新的油进去就好了 他不用把整桶倒掉 整桶倒掉的成本太高了 尤其是整桶倒掉 你换新的油 炸出来的油条跟盐酥鸡 是白色的 没有味道的 你一定要老油 炸出来才香 但是这种老油 这种千年油过的老油 吃到以后很伤身体的 它里面充满了自由基 充满了裂解的物质 充满了致癌物质 所以吃到油炸物的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赶快吃解药 什么是解药 如果身体有维他命C 赶快拿维他命C出来吃 如果没有的话 赶快去买那个水果 酸酸的水果 像现在秋天快到了 柳丁 柳丁里面有很多维他命C 有人说凤梨 我现在听到凤梨也怕怕的 台湾的凤梨怎么这么甜 甜到一点酸味都不用 我告诉你 这有问题 因为我每次吃完这么甜的凤梨以后 我再喝水 白开水就有苦味了 你有没有试过 吃了芒果呢 芒果也是蛮健康的 但是我吃了芒果 怎么有几次 嘴巴就变黑了 这个里面是农药的问题 如果你吃到味精的时候 很多怎么办 例如说台湾的牛肉面很多 其实牛肉面 或者是很多外食里面 是用味精在调味的 你把味精拿掉以后 这个厨师就不晓得怎么办了 其实真正的好的厨师 是不用靠味精的 那是作弊 我们真正的一个烹饪的方法 可以把食物的原味 烹饪得非常可口的 第七 低温烹调 刚刚还没讲 吃到味精怎么办 吃到味精有些人会口渴 有些人头会痛 有些人会 像我是手肘会发酸 口会很渴 然后整个人就很烦躁 持续大概一天 怎么办 吃解药 喝水还不行 我喝水还是解不了 我吃解药 有什么解药呢 B群 吃到味精以后可以吃B群 或者是我们在美国 有个超 我们诊所里面 有个排毒配方 吃了以后味精会解掉 或者吃两颗多汁的有机水果 像我在美国是吃 现在自己也是水蜜桃 两颗的有机水蜜桃 一吃下去味精引起的症状 缓解百分之八十 还有很多 像天气热 有些食物不新鲜 吃到肚子会痛 怎么办 赶快吃肠义菌 肠义菌就是解药 所以出门带外 我们都会带一些解药 万一不小心 怎么样了 赶快吃解药 以前我喜欢看武侠小说 对不对 在江湖上行走 人心险恶 不小心就被下毒了 怎么办 赶快吃解药 好像现在这个社会 就跟武侠小说的社会一样 是人心险恶的社会 所以要吃解药 社会还是很善良的 只是有少部分人在那边乱搞 第八是新鲜蔬果汁 还有第七是低温烹调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低温烹调 跟新鲜的蔬果汁 其实是我们人类该吃的食物的原型 我们尽量不要去高温煎啊炸啊炒啊 食物都坏掉了 那蔬菜水果要占一天的食物的一半以上 现在很多小朋友啊 你根本就没有吃到蔬菜跟水果 那一旦给他吃了蔬果以后 整个身体就开始好起来 接下来讲这个四点很重要 我的书里面还没讲的 餐前饥饿感 尤其如果你年纪开始长了 就是四十岁五十岁以上 你会发现你的消化能力不像以前那么好 那怎么样可以让你维持健康呢 要记得餐前要有饥饿感 如果你餐前肚子不会饿的话 你这餐就可以跳过去了 那表示你上一餐吃太多了 所以记得明天的上面那一餐 例如说好了 假设你晚上不会累不会饿 对不对 那表示你中餐吃太多嘛 那你记得明天的中餐不要吃那么多 所以我们每一餐要吃到多少份量呢 很简单 吃到下一餐 餐前肚子会饿 那就是你的标准的饮食量 我告诉你 不要计算卡路里了 所以在我的书里面 未来我的书里面 我的减肥的书里面 我不算卡路里的 可是我每个减肥的病人 或读者 每个都减肥成功 算卡路里反而不成功 因为 有时候你很忙 你耗费了很多的体力 你要吃很多的卡路里 有时候在家没事做看电视 发呆睡觉 你不用吃多少东西 可是现在的营养师怎么说 男生一天要1800大卡 女生要1500大卡 这是一个以偏概全的说法 你要吃多少 怎么判断 你自己判断 吃到下一餐肚子会饿 肚子不饿 就记得跳过去 有没有吃过buffet 中午吃buffet 晚上就好像不饿了 那就不要吃 就跳过去 顶多吃一点巴辣 吃一点番茄 一时一时 片片嘴巴 这样就好了 因为你肚子不饿 你就不要吃 所以该不该定时定量 该 但是也不该 如果你为了吃饭 而吃饭 就是说时间到了 不饿 你偏偏要吃 那就是错的 但是如果你时间到了 你肚子会饿 你就吃 那就正确的 所以定时定量是应该的 但是你必须要调控你的食量 跟时间到刚刚好 时间到会肚子饿 时间到会肚子饿 差不多了 是七八分饱 就是每一餐 大概七八分饱的话 你大概下一餐时间到之前 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你就肚子开始怎么样 咕噜咕噜咕噜 咕噜咕噜咕噜 这就是肚子饿 了解 这叫饥饿感 那什么叫空腹感呢 睡前要有空腹感 尤其如果你四十岁以上的话 我们在座 一大半都四十岁以上 大概几乎全部 因为年轻人是不会来听我演讲的 年轻人喜欢去逛麦当劳 肯德基 然后吃夜市里面的咸酥鸡 臭豆腐 他不会来听我演讲的 等到他生病的时候 才会来听演讲 我告诉你 只要你上了年纪 你就发现 你不能 睡觉以前 你不可以有保障感 否则的话 会有两件事情发生 第一件事情 就是 你会睡不好 哎呀好像奇怪 怎么晚上 昨天晚上怎么 好像那个梦的那么多啊 因为你睡觉以前 吃那么多东西 你的养分 在三晶半夜 跑去哪里 跑到你的大脑里面去了 你全身在睡觉 你全身都不动嘛 那你 你那个养分跑到大脑 大脑怎么样 就一堆的养分 他就一直做梦啊 一直做梦啊 就这么简单 所以浅眠多梦 是你餐前 就是睡前吃太多的一个后遗症 另外一个后遗症 就是你发现 怎么游泳圈越来越大了 什么叫游泳圈 就是你的腰腹脂肪越来越多 所以我一看 就知道说 你的饮食到底是 你有没有吃宵夜 或者是淀粉比例是不是太高 看你的腰腹脂肪就知道 看你的腰臀比就知道 所以睡前记得 要有空腹感 有人跟我说 陈博士啊 我那个睡觉以前 我这样子会太饿睡不着 我告诉你 我不是叫你睡前饥饿感 不是不是 我要睡前空腹感 什么叫空腹感 这个很难跟你描述的 这只能议会不能言传 空腹感意思是说 你不饿但是也不饱 我断食过21次 所以我非常了解 什么叫饥饿感 什么叫空腹感 什么叫保障感 我非常清楚 因为断食过的人就知道 你就会非常清楚 你就非常知道 你自己的身体的 肠胃的一个感觉 空腹感意思就是说 你肚子空空的 可是也不饿 可是也不饱 叫你跑起路来 你可以跑 但是你肚子不会肚子痛 这样了解吗 空腹感 睡前必须要空腹感 那怎么保持睡前空腹感的话 就是说你必须要在睡觉前 三个小时 甚至四个小时 甚至五个小时以前 把你的晚餐吃完 那你开始倒推了 你如果晚上11点睡觉 那你几点要把你的晚餐吃完 不一定 看你的消化能力 总之你就必须要把你的晚餐 消化的大概差不多到你的小肠 千万不要还在喂 你如果小肠 你如果你的晚餐还在喂里面的话 我保证你晚上会睡不好 当然小孩子例外 小孩子三十岁以前 基本上是没什么影响 小孩子吃完马上睡觉 还是没有